中醫的秘方 我想基本上中醫跟西醫對用藥的關聯 主要的不一樣就是 西醫的作用點是在病毒微生物上面 所以他一到病的時候他一定要先確認 這個到底是什麼病毒什麼續徑 那才能夠找相關的藥物來治療 他對象就是那個病毒本身 但是中醫的用藥它作用點是在身體上面 所以就推你一把就作用在你身體上面 所以要調整你的身體的平衡 讓你自己有免疫力去跟這個病毒對抗 重點就是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所以如果你這個人的體質是涼的 那我們就可以平衡就用溫的東西來治療 就讓你身體比較平衡 就有能力去跟這個病毒對抗 所以中醫是不需要知道說你這個到底是什麼病毒 環境就針對你身體的狀態 對對對 所以這真的是個別的 平衡 其實一般預防我們講的是針對這個病毒 然後如何派灰彈打病毒 或者用坦克測 那時候也會傷及無辜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說病毒在 但是我們應該要把病毒生存的環境 讓它無從附著 比如說桌子洗乾淨 對 或者戴口罩 讓它病毒比較難進來 沒辦法接觸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 然後第三個也蠻重要的 你就說真的萬一不小心 你為什麼有人可以熬得過去 有人熬不過去 免疫力 對那免疫力很重要 對 所以有一個觀念就是 就是像一般人說 這個水溝會發臭 對 我們現在的觀念就是 因為裡面有病菌 有細菌的關係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香味 但中醫的觀念說 不是 就是讓它通暢 你只要這個水溝的水 讓它通暢 即使裡面有病菌 也不會發臭 對 所以你這個身體 所以你這個身體 就是要自己要 要好起來 它就會通暢 平衡 和平共處 中醫還有一個叫五臟六腐 那五個臟是什麼 心臟 還有肺臟 還有肝臟 還有肝臟 還有腸胃 就皮臟 還有腎臟 這個是五臟 那它當然有它相對的表理 這個叫臟 一個叫腐 就是有管道 通暢的東西 臟就是腸 腸東西 腸精 腸營養 腸神 腸精子 spirit 那腐呢 就是通暢的東西 像肝的它的對應就是膽 肺的對應就是大腸 大腸 心的對應就是小腸 那這個皮呢 皮的對應就是胃 胃它也是空的 那腎呢 它的對應就是膀胱 所以它是有表理 就是互相對應 所以我們中醫將這個 我們的五臟 好像把它形容成一個 一個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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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叫三膠 三膠 三膠 三膠是通暢 我們講上中下 上面中間下面 就是三膠 這是一個管道 一個通暢的東西 是 還有一個叫三膠 對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我們現在比較擔心 就是像肺炎 就是 pneumonia 對不對 corona pneumonia pneumonia 你說肺是 腐是大腸 對 那如果肺有發生禁論 西地照起來 都白白的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通腸 通腸也是一個方法 因為肺跟大腸是相標理 所以有時候氣喘 跟肺有關係 那氣喘的病因 有些是因為大便不通腸的關係 所以你如果大便通腸 也許氣喘的症狀就會改善 對 所以就要用這個藥 對 因為這個當然中醫強調說 錶裡吸食 對 你這個病到底是在錶還是在裡 所以 所以像這個 剛開始感冒的時候 也許它只有在錶 所以我們會用一些比較新溫的藥 它可以向外 溫的東西就向外的 那有些比較重的東西都會向裡面 像苦的東西 它會發炎 就表示這個已經在肺臟已經在裡面了 所以我們就必須用消炎的藥 像苦的藥 消炎解毒的藥 黃臉 黃臉之類的東西 黃臉 所以它是要平衡的 看它到哪一個階段 如果它還是在錶層 那我們就發散了 讓它流汗 如果它已經在里程 到裡面去了 當然我們要從裡面排 那如果心臟不好呢 心臟不好 心臟不好 它的苦痛 它感覺會連身很多 因為醫生說心臟是君王的角色 君王的角色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 君王的角色它一定要清明 所以當你的心開始亂掉 會驚慌的時候 你的五唱六五都會亂掉 所以蔡英文就是君王要清明 對 清明其他的下面的文汝百官就會硬做 就會正常 清明其他的 然後 它通哪個火啊 那心它對什麼 小腸小腸 那小腸怎麼通 小腸它就會通我們的小便 它比較裡面 像有些東西在錶層的 我們就發汗 如果是在比較里程 我們就用通小便 通大便 小腸 所以它有錶裡的這種現象 還是要就是這些通暢 身體通暢 就像水溝的這個道理一樣 對對對 所以我們中醫講不通則痛 不通則痛 通則不通 但是五臟以外 腦袋又不屬於五臟 沒有老臟 我們中醫講的心 事實上就是腦的意思 腦的功能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你這個人有沒有用心聽 有沒有用心講 有沒有認真 對對對 用心 用心 用心不是用這個 對對對 心臟再中醫講就是心包 用這個 心包 這個叫心包 心包 心臟外面有一個 有一個外圍的地方 所以 這叫心臟 心臟來講是金主 皇帝他不會換錯 所以以前包公打農好 那這個是金主 那這比金主更大 這個是神啊 對對對 所以心常神 就講神明 就是跟金神 那腦袋呢 腦袋就是神 心的功能 所以總統還是心 還有比總統更大是腦 如果腦袋不好 腦袋不好就沒有良心 這個總統也麻煩了 所以心要換是根本 所以 你在教金黃術耶 對不對 很重要耶